同时我们来计较的消息 立法院国民党团召开了记者会指称 行政院跟卫福部在去年疫情高峰时 党工商团体买疫苗 而时任当时工商协金会理事长林伯峰 昨天在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他表示说政府给的回应是会安排购买 不需要民间的捐赠 不过有工商团体干部私下就说 现在选举不方便多说什么 也有业者私下特勒说当时大家都很急 想买的时候却得到政府不要找麻烦的一个回应 看起来大家都指正利利 民间讲说政府有党疫苗 政府说没有党你相信谁呢 现在国民党在提报工商协金会就是 想买疫苗也没有想到 却被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跟薛瑞元给脱掉 甚至要他不要再找政府的麻烦 蓝军现在大骂越来越多民间团体 全部都跳出来指正被卡疫苗 蔡政府实在是太冷血 蔡政府说美党民间买BNT 国民党在提报 去年疫苗狂缺时 工商协金会理事长林伯峰想买苗 但被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时任卫部部次长薛瑞元给搓掉 6月19号工商协金会的理事长林伯峰就接到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的电话 告诉林伯峰不要为工商协金会找麻烦 不要为政府找麻烦 就是讲捐疫苗要原产政府 要EUA 这是政府才做得到的事 他就不希望我们捐了 他就是劝退我们就是了 美国打疫苗给10块美元的奖金 台湾不打疫苗分7类人 刑政院反驳说当时是工商团体的文件没补齐 而且是自买自用不是无偿给政府 所以无法授权买疫苗 我人都要溺水了 我不能够自己拿救生圈吗 那我们政府是强盗啊 蔡英文说政府没挡苗 但柯文哲作证说中央叫他不要买 前副总统吕秀莲想捐三千万剂 联想见部长陈时中都被说不必 工商团体甚至被骂找麻烦 洪海慈济本来也被刁难资料不够 见过小英后才转弯通过 蔡政府不是党苗是什么 当疫苗护高端 高端股价一年半 作果鉴飙了十四倍 背后难道没有弊端吗 为何检调不查 已经移送九次 地检署没有任何的动静 假设高端没有内线交易 你就还给他请吧 阻挡民间买疫苗的高官 一一现行 背后牵涉的庞大利益 也将被挖开解密 接着黄军林慧杰台北采访报道 提错胡说坏透了啦 张欣帝也说疫苗党 快箱党 口罩党 到底什么没党 谢谢彩金 还有会赢的问安 大家持续应援非常感恩 当然同时来关心的是疫情 你看 这个大家都觉得政府当当当 那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波的疫情 也还在持续的爆发当中 BA.5的毒性真的不容小觑 有美女医师就分享 其实如果感染了BA.5 她觉得像是全身挨揍 剧烈程度是一般感冒的一百倍 也有法国研究 BA.5的症状会延续长达一个礼拜 比BA.1的四天 还要来得久 还要多三天 日本更发现 未满二十岁染疫死亡 个案百分之七十三 发病一个礼拜之内就病逝 所以医师呼吁一定要接种疫苗 不过国门编辑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解封呢 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文祥松口说 最快十月就有机会 放款到零加七 本土疫情还没达高峰 已经连三天都破四万例 15号新增57例死亡 确诊四万五千两百六十九例 其中十一个县市都破千例 个案数比前一周增加百分之二十九 入境旅客挤满淘机大厅 外头等候搭乘防疫小房的民众 也在排队 免航局日前发函 要求航空公司管控航班量能 每天下午三点到晚间七点五十九分 步于增班 变向线缩航班 引发旅游业者不满 痛批头痛衣角 应该早点放欢零加七 传出指挥中心十四号开会 两个小时讨论边境政策 专家呼吁政府一个月内 可以开始准备零加七 当然十月份是有可能 十月初的可能性 当然会比较低一点 但B.A.5的毒性不容小觑 日本研究今年染疫病逝 小于二十岁二十九名个案 高达百分之七十三 发病仅一周内死亡 一周之内死亡来得很剧烈 这些也是代表说 他们的免疫反应不够成熟 法国统计B.A.5症状 竟超过百分之七十五 有疲倦感 发烧咳嗽也超过百分之五十 有别于B.A.1 B.A.5症状可长达七天 医师诚心没分享染疫后 症状程度是一般感冒的一百倍 全身痛到像被揍了一百拳 那跟一般的感冒相比的话 当然它发烧跟这个全身性的症状 是会比较严重 对抗B.A.5次世代莫德纳疫苗即将抵台 职位中心表示周五周日将各到货八十万剂 月底前三百万剂将全数抵台 职位中心规划下周期配送全台 第一次配发四十亿万剂 三类人优先接种 次世代疫苗将到货 职位中心希望能冲高疫苗施打率 建立弱势族群防护网 降低B.A.5高峰带来的冲击 介绍自然李欣亚 相遇台北桃文员采访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指出了 全球的新增同胞新万确诊病例数字 已经降到了2020年的 三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 也呼吁全球把握机会 终结这场疫情大流行 他认为终点近在眼前 不过尚未到哪儿 仍需严正以待 这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则是首都松口 最快十月边境 未以这个检疫的措施 就要调整为零加七 新制调整之后 要立即的上路 不过很多人也都在骂 现在这波疫情还在爆 你现在就急着要来 继续来开放边境 妥当吗 但其实看到的是呢 这样的希望世界能够 来赶快来 让这个把握 这个疫情的最终战 但是最终战还没有到啊 但目前来看一下 是日本政府眼看疫情 他们是趋缓 预计他们十月开始 就要大幅的放宽入境的限制 包含废除单日入境人数的上限 开放自由行 还有短期观光客 还有望免签 他希望呢 吸引大拼观光客来访问日本 要珍惜当地经济 新冠肺炎造成全球超过六亿人感染 六百多万人死亡 但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 8月29到9月4号当周 全球通报病例比前一周 大幅减少百分之十二 新冠疫情终结近在眼前 疫情趋缓之下 日本当局有意在十月 大幅放宽入境限制 恢复到接近疫情前的状态 包括开放自由行 台湾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短期观光客可以免签证入境 废除单日五万人的 入境人数上限 希望吸引观光客消费 振兴经济 日本首相表示 具体实施时间 还要看国内外的 疫情状况而定 但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条件 比如说需要接种疫苗才能入境等等 另外日本第七波疫情趋缓 东京单日新增八千八百二十五例 较上周同期减少一千八百多例 更是连续二十五天低于上周同日 而南韩单日新增七万一千多例 比前一天下滑两万多 周证人数时隔一周 首度降回五百人以下 社会组织呼吁各国把握机会 加紧努力 另外新加坡政府周三批准 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作为追加剂师大 可同时对抗新冠原始毒株 和Omicron毕业点一 对象是十八岁以上 已打完两剂疫苗的民众 接着综合报道 现在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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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